大家好,歡迎來到慢生活 上次與大家介紹臉的畫法 您能繼續延續上次的概念畫出半側面吧 還沒看過上支影片可點擊上方資訊卡觀看喔 工筆前一樣先觀察人臉的構造 可以看見下巴的位置大概是在兩眼的中間 半側面露出的後腦勺會較多 後腦勺的位置大概是在眼距的兩倍長 那我們正式開始畫圖吧 首先畫出眼睛、鼻子與耳朵 畫出眼上線 在眼睛後面畫出直線 這條線是頭的中心線 兩眼的長度延伸一倍 會長到後腦勺的位置 將兩眼的中心點向下延伸是下巴點 就由這三點與四條基準線 將臉型勾勒出來就完成了 男性角色的眼睛通常在臉的佔比會比較小 使得臉看起來更加細長 但實際上男女生的頭大小是相同的 不要因為視覺上的錯覺就把臉畫得太長喔 畫半差點時要注意 五官是立體的 隨著角度的不同 五官的位置與比例也會隨之變化 把腦袋想成一個圓形 就能避免畫出水球腦或是額頭突出 下巴畫的太前面會看起來很像互斗喔 每個人畫臉的習慣都不同 無論是哪種方式都能依照上述方法檢查比例 畫出不變形的好看角色 最後想問問大家有沒有上面所講的問題呢 A 有 畫出腹斗的角色超困擾 B 有 前額總是太突或是沒有後腦勺 D 沒有 但只會畫其中一邊的半側面 D 其他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或覺得內容有幫助到你 請按下喜歡並分享給需要的人 也歡迎你追蹤我們的頻道 IG FB 有任何問題或想法都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讓我們繼續用漫畫陪伴你的生活 那麼大家下次再見